老師 以及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剛才我坐車子進來的時候 現在旁邊那一條還叫做那個什麼 小葉林道嘛 對不對 還是嘛 從裡面開過來 我就一棟一棟找 那個 我的司機還在台大做過警惠 他車子一停到這個地方 這棟建築物一看 好像熟悉 可是入門陌生的 因為一來那個外表的感覺 跟我二十多年前那個不太一樣 以前這邊其實蠻破破舊舊的 大概一整修過 再來呢 外面的樹變太多了 以前大概從小葉林道再過去那邊 以及靠近那個 那個還叫遠的中心嘛 那邊嘛 你們現在看那個樹很高 那我來念台大的時候 那個樹才剛種上去 還是 還是 還是只有一根幾片夜市的那個 OK 那麼 呃 呃 呃 為什麼講這一段 其實 呃 我剛上大學的時候 那 我那個時候還沒有法定原住民身分 因為 如果在座的很多 同學 知道整個歷史脈絡的話 我們國家 決定了誰是原住民 不是誰是原住民 可是他的決定的方式 他不是用法律的方式去做決定 在很長一段時間 好 那基本上就是殖民政權 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我就說你 你是三胞 或你不是三胞 好 在一起 一直要到了美國90年之後 才有所謂的 遠住民身分法 好 那麼 各位了解現在 法治國家的運作的話呢 基本上面 跟人民權利益攸關的 你應該一法定制嘛 要一法一定制嘛 當然 我們還是會說那個 遠住民身分法 那他 基本上還是一個 那個 國家扣過一個法治工具 去決定了誰 是原住民 誰不是原住民 那麼 比較 比較沒有好像 現在就很過癖 比較沒有從那個 原住民自身的這個角度 去思考這件事情 好 可是不管如何 好 在我 唸台大的那個年代 好 那個時候 我怎麼恨覺得 原住民身分呢 我記得我高中 考大學的時候呢 我 我的那個高中 一些老師和教官的興奮 為什麼 以前我高中是念武林的 我們 聽說武林 現在是什麼 明星學校的肚子 我們那個年代不是 所以 我的老師教官們知道 我媽媽是原住民 可是他們不知道 那麼多法律上的一些 一些設定 所以以為我也是法律上的原住民 然後考大學就這樣 那個年代 你的成績原始分數 能夠到 考到台大的話呢 那就代表什麼呢 你再加分之後 就要破表 你大概就會上報紙了 所以我們 我們老師 我們學校 我高中的那些老師 教官很興奮 那個 報名的時候拿了一個 原住民特殊考生的報名表給我 OK 那 後來聽老師說 到時候 我沒有 我不具法律 法律原住民的身份 他們都有失望 我還好 有點小聰明 所以 勉強那個分數還 還能夠 調得上 那個 通常在台大文學院裡面 倒數第二名 這個系 因為倒數第一名 是童老師的那一系 我們通常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 相依為命 不過以前在念大學的這個期間 那當然 那人家說 我是原住民 不會沒有否認 那 有的時候 我也會去 所有我媽媽是原住民 包括這外 我們家是那個 傳統的 老末的第一位 跟孫天的那樣 這個組合 我不曉得 你們這個時代 到底有沒有看過那部電影 稍微去那個 YouTube看一下 搞不好有 那麼 可是其實在我那個年代 因為我同年級的 有蠻多的人 他是要刻意延長他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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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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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包括在座有很多 我一看就知道是安安族的 台灣盧凱族的 那 我見過很多 跟我們同年級的 在部隊裡面 明明就是 他就是不承認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的社會很笨 當然 隨著差不多 19 1980年代援運 然後19 差不多就是我念大學 然後一到 到念研究所這個階段 1994年 1997年 我們國家 終於在憲法 這個修 憲法 我們的憲政改革的過程當中 在憲法裡面 正式承認這一群人的 民主地位 然後稱之為原住民 或者後來稱之為原住民 我們所屬 好 那麼 雖然某些 某些 偏見其事人才 可是相對 比以前好很多了 好 然後後來 我在哲學系 我就一路在財甲哲學系 從這個 這個 這個大學部念到 索士班念到博士班 我在博士班最後一年 我在博士班 最後一個階段的時候 要選 我到底要念什麼的時候呢 欸 我就發現很好玩的東西 怎麼很好玩的東西呢 在西方的政治哲學裡面 政治哲學的理論裡頭 有所謂的多元化論 那裡頭就會提到什麼呢 提到一些少數族學 他的一些權力授求 到底有沒有具有一些正常性 像各位 在台灣可能比較 不想修正的 可能大概都會聽過 原住民他要求自治 他要求荒蜕土地 當然在你們的生活 更會碰到的 原住民他有所謂的 升學保障 或者一些把它稱之為加分用彈 很多人都會說 伯伯 大家都是國民 為什麼原住民 有這樣的訴求 這都是特權嗎 OK 為什麼 大家都一樣 可是你看其他的一些 弱勢的國民的時候 一些身心災害原人士 你大概就不會太會跟他爭 可是碰到原住民 或者現在 再加進來的這個新住民 他會有一些特殊權力訴求的時候 我們就會認為說 他好像是在要求者權 並不是 那個 差異權力 究竟是不公平 你要看他這個 差異權力的設計 他背後也沒有 正常性的技術 就像我們會說一些 聖經大概也是 他可能有一些 特殊的一些 一些 不管是 連這個 這個 車子 他也有專用的 停車位 他連考試 那個升學 他也有專用的 這個 他也有專屬他的管道 連國考也有 國考也有 專門就開給這個 這個身心災害人士的管道 那我們會認為說 為什麼他有那樣子的一種 跟平常不太一樣的權力 感覺上 比我們多一些東西 那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在競爭某些社會資源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佔了他們 他們先天處理一些 一些 一些不利處境 disadvantage situation 所以 我們要用 某種差異權力的設計 想辦法去 去修正 這個在 我們在機會競爭上 這種不平等的狀態 來去進一步的 能夠去滿足 我們認為 這個社會上面 理論上 人員都是平等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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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理想 當然在多元文化論的政治哲學裡面 他所接觸到的 不管是一些 比如說一些移民 以歐美的狀況的話呢 主要是一些移民 一些少數民族 像這一次那個 那個英國 這個蘇格蘭 那麼 在 我們講說在 雖然 我們講英國其實是 其實是對那個英倫三島的 其他幾個國家不尊重 因為理論上 沒有大副業點 之類的 那麼 那樣的少數民族 或者是那個 西班牙的話 加太隆尼亞 法國的話 魁北克 也算 魁北克的法語是比較特別 他是 他也算已經 不過到那個地方之後 變成那個地方的少數民族 當然也包括什麼 尤其在北美 或者在紐包 常常會出現的 某一種小數族群 就是 原住民族 這些小數族群 他都會有些特殊的權力訴求 這些特殊權力訴求的 道德正當性 如何去 如何去 論辯 如何去失辯 OK 而不是 也為一種 你有我沒有 你絕對不公平 非常難以 你絕對不公平 這種思維模式 這個在政治哲學裡面 也有相當多的討論 所以那個時候 我在寫國思維文的時候 慢慢我發現 我自己的背景 我自己的這個生命 和我的學徒信 就慢慢比較掛在一起了 OK 那 以至於最後 原住民生命法修訂之後 以前是父系傳統 後來像我們這種DKP取得身份 我就順時幫他取得 取得這個原住民身份 而且一發不得收拾 那 那 因為在台灣 原住民的學者 真的不太多 那尤其 如果在做一些 我知道 在做隨便你看 就有很多暗暗組 所以有很多原住民同學 在這個地方 那 尤其你念台大 理論上面 你在原住民社會裡面 至少比賽考試 你是最會看的 懂得 那你就要有一種心理準備 什麼心理準備呢 可能過了二三十年之後 你大概就是跟我一樣的角色 做同樣的工作 做同樣的工作 你或許有你自己的人生的理想 可是有的時候 你可能要播出一部分心理 那麼想辦法為你自己的族群 做一些事情 就像講一講百話 我唸哲學出身的 我在香港堂裡面 去唸一些 柏拉圖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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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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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兩個 那個 提 담 색깔 形容 想辦法從哲學裡面我比較熟悉的那個片段 因為還好 因為所有領域當中 各系的老師居然會長都是PGD 所以哲學跟每個學位都有關係 就這樣子跨過去 實際上去投入到原住民的法律領體 原住民的教育領體 甚至原住民的一些社會福利的一些議題 而且還不只是學術研究的這個層次 跨到這個政策質詢、政策規劃的程式 不得我這麼做 今天我之所以講這個主題 以及剛才東老師稍微有提到過 我寫了一兩篇文章跟這個主題有關 其實也是在幫助 把這個原民會在進行一個政策研究的時候 最後所形成的一套想法 我們先簡單來這麼看 其實我們先從一般大學的建設學科來看 一般會對於所謂的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這個概念感興趣的學科 大概會有幾種 一個當然是人類系 一個是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為什麼會有這個主題呢? 待會兒我講的內容 我講的之後你們就會知道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可能是一些 一些跟土地自然之源相關的一些學系 比如說森林系之類的 再來也可能什麼 也可能是藥學系 為什麼是藥學系? 因為他們要發掘很多大自然當中 我們已經存在的東西 它是不是有一些特徵的良性 然後我發現 某些剝落的原住民 他們好像常常使用這種職位 跟我們一般大自為 我們大自為不知道 他們常常用 是不是裡面有什麼東西 OK 那麼 所以大概會關注到 這個所謂的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大概會有蠻多的一個學系 在那個地方 不過我從我比較熟悉的談起 簡單來講就是從什麼 從 教育 從原住民族教育 這件事情來談 我對所謂的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這個概念 以及這個概念 它所可能包含的一些內涵 一些內容 以及它的一些實際的一些運作 操作方式的一些認知 那麼 這個庭部後面掛著一個文化傳承 我們講到文化傳承的話 基本上就是跟教育有關 所以我這個當然是從那個 教育的這個角度來看待 看待民族民族知識體系這個概念 好 我後面還是會實際的那個 把我文章裡面那些段落抓出來 讓各位仔細看過 不過在我跟各位稍微比較更細薄的介紹 我文章裡面的一些論辨的一些東西之前 還是給各位一些背景的一些介紹 不過我剛才看好像那個 陳老師的那個說法裡面 好像有上個禮拜 好像已經有約略提到類似的東西了 我常常在很多地方 在講所謂的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東西的時候 我會面臨一個困擾 什麼困擾 大家會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 為什麼好像 忽然在這幾年當中 大家忽然關心這個概念 關心這個東西 忽然就蹦出來 比如說 像現在 在原民會 輔導 各個縣市 大概有十多所 這個部落大學 在各縣市搜尋 他們的其中 一個目標 也是要幹嘛 也是要想辦法 去重新整理 附贈 很著名的知識體系 甚至在 我們講說 那個部落大學 基本上是一個 像這個社區大學一樣 一個成人教育的一個場域 希望在裡面 能夠傳演 部落的這個知識 也一定是 這種知識 可是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這是原民會 你在 你在 設定這個計畫的時候 對於知識體系的 這個收集 以及這個傳承 你把它定成你的政策目標 所以很多縣市政府 他們成立的部落大學 我就照做就是了 但卻不曉得說 那為什麼要重視這個事情 那麼我們可能必須要 從一個比較大的這個脈絡 來看到這件事情 首先 那就如同各位所熟悉的 好 希望能夠演得順利 我們來 這個 這個 換一下 我的母校太摳了 動不動就要再輸入這個 我推薦各位 看一整套這個 紀錄片 那麼這個紀錄片是之前那個 原平台 所製作的 那麼 這紀錄片好像應該有到十多集吧 總的原住民族運動的介紹 還有原住民族運動裡面 一些重要的一些議題 它也都會有那個 大概都會有 一集一集的這樣一個介紹 總共十多集 那我建議各位 因為我講一場白話 現在在我們台灣的這個 我們講說這種 這種文本的這個論述上頭 紙本的論述上頭 去談到原住民族運動的 其實不太多 而且可能只講了片段而已 那麼你要對原住民族運動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認知的話 最快的方式就是你 你把這部紀錄片從頭看到 十多集從頭看到 但是 我們要秉持這個學術研究 多方推敲 多方那個 那個 收 多方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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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證據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習慣 因為 基本上這套紀錄片 他比較是當時的原住民 這個角度 所看到的東西 那 我們曉得整個原住民族運動 可以往前去推進 街頭上的運動使用 沒有錯 他要 對於整個 整個政權造成一種壓力 可是也不可否認 在體制內部的 某一些原住民的 從政人物或者是 政治人物或者是這個民意代表 某種程度的這個硬核 他也是一個推力 不過很明顯的在這 這個紀錄片裡面 他主要是從一個原運的 原運成員的角度來看事情 那 至於那些民意代表他們 怎麼去 怎麼去在這個 這個運動當中 去展現他們的這個力量 那麼 或許可以再去從 找其他文件 做一些配合的一些 一些參考 誒 這是誰 應該就有人 不認識 在這裡 對 對 於是 是 我 有 我 有 有 真 有 有 是不是要做的 那些时候 要做的 给我们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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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看几个片段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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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概是1980年代 台湾的整个社会力量几乎完全释放的一个年代 强人政治走到最后 民主化快速的进行 在这个过程当中 各种社会力量出来 当然也包括什么 当然也包括原著民族的声音 那么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要讲原著民族的声音的话 你们可以从这些影像当中去复习当初的历史 可是如果你们要找到一个 对于当时历史 比较 在当时的历史过程里面 民族化的精神里面 原著名的一些想法 一个算是最精华的一个浓缩的话 大家可以看这一份 我认为在整个台湾经代历史上面 现代历史上面 一直不断被忽略 可是我觉得说 它具有最深刻意涵 尤其在原著民 如果大社会要去了解 这个原著民的想法的话 一个最重要的一份文件 1988年的台湾原著民族权力宣言 台湾原著民族权力宣言 研究原著民的学者 不管你是原著民或汉人的学者 很少人会讲到这份文件 可是我觉得说这份文件要是漏掉的话 有可能你有办法去解读 现在原著民的一些诉求 会觉得说 那么奇特地跑出来一些 荒物土地 我在你的土地上面要曾经开发 这古家的地啊 为什么要取得此同意 但是你要是把这份文件 仔细阅读做之后呢 那你就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 我这个地方念个几句话来给你们听 那这个影像是从 那个台湾原著民族权力运动 那个史料备变 两句册 那个台湾主书馆里面有好几套 各位有兴趣可以把它拿来翻一下 那 糟糕 这边好像太模糊了 没关系 勉强 稍微念个几句 头一句 他说台湾原著民族不是炎黄子孙 原著民全属南岛于姓 与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 且军属汉族的闽南人客家人与外全人不同 什么意思 谁跟你是中华同为中华民族 我们讲的比较兄弟就是这个样子 谁跟你是同胞 以前为什么要讲同胞 台湾他的主权被中华民国接受 中华民国他在大陆上面 他本来就是那个时候 所谓的三民族在推动一套中华民族的一套一世心态 一套真正 他认为五族共闻 但还包括其他族 大家同是什么人 中华民族 那你们要是对于 整个东亚的民族主义有定的这个研究的话呢 大家都会知道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他有很强烈的这个汉族中心属的这个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倾向在一个地方 那你找共同的地方的时候 中华民族这个报纸下走 每一个民族共同的地方 我们找到共同的基础 通常是以汉族的中心的 那到了台湾 当中华民国还统治整个大陆的时候呢 对于蒙古对于西藏 其实实际的统治权根本就没有到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说你是蒙古西藏的地方 我尊重你的这个自治 可是基本上这个 我们讲说这个汉人文化圈的势力 能够控制的地方 有一个大方向就是采取土化政策 采取土化政策 那你到了这个 当中华民族政府一起到台湾之后呢 那么发现 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北方 差不多已经被汉化了差不多了 然后呢 后来被称之为所谓高山族 当然现在我们不太喜欢一个字眼 大概就是现在的 主要就是现在的这个法定的原住民族 它基本上是跳过汉化 你注意哦 那日本人接受台湾的时候 在这块土地上 有一半的土地上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原住民族 其实并没有什么呢 原则上他并没有经历过汉人政权 也就是清朝的不同 他直接被什么 直接被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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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说这个核化 但是也某种程度的干嘛 被困在社会所影响的 那 中华民族政府接受台湾的时候 他为了要去淡化 淡化这个 你这一群人的这个 这个在族群身份上的差异的色彩 而去强化共同的所谓的中华民族的理念 所以很简单的区分 在这块岛上的这个 这个居民啊 那个有人住在平地叫做平地佛吧 后来平地的路 有人住在山地叫做山地路吧 这是后来的山地人山包 后来又连强在山包里面 划分为那个 那个 山地山包 他们那个 平地山包 然后被他们拗口 然后再 往下延伸到现在 可能大家所收集的概念 这个山地路住 应该地的路 也都有概念 可能都在做了一部分 都不表现这个 这个名词 这个脉络 那么 那么 所以这个宣言里面 开中民意就说什么 我跟你是不一样 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 我们全部都是中华民族的理念 你不要讲其他的 那个 那个 原明会的前任的主委 孙大孙老师 他在立法院里面 那个被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 人家说 你是不是那个 那个烟荒子孙弄不死 OK 以前不能这样讲啊 以前这么讲的话 那个狗妈这样 那个 一百条一一 OK 判乱 判乱罪啊 现在不只可以这样讲 而且 连原明会的官员都敢这么讲 因为那个 呃 现在基本上是强调在地的话 那么尊重媒体 那个民族 他的一些 自我认同的一些 一些 一些抉择 所以第一点 我们或许都同 住在这块岛上面 可是你跟我是不同的 所以 所以换言之 你的文化传承 跟我的文化传承 是不一样的 那你不应该把你的文化传承 硬套在我身上 你的文化传承 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制度 就是对的 然后我的文化传承 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制度 因为跟你不一样 我就是错了 请注意这一点 当然 到底谁对谁错 或者该如何去交融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 还可以再谈 可是不能够因为 我原住民族 各个族群的文化传承 所形成的一套 社会制度 运作的方式 跟你和人族群的 是不一样的 我就是错的 一定要应该无存 所以这段话 有如此深刻的依赖 然后第二段话 它说什么呢 台湾原住民族 是台湾岛的主人 然后下面 那个基板制神月子 翻看这句话就好 什么意思 后来的族群 你再怎么支撑你的文化 你都是外来的 他中间有不断的去细除什么 那就从至少 有始可及的 从这个河西 民政 清朝 日本统治 一直到国民政府 来台湾一段期间 原住民的主人地位 如何被剥夺 所以一方面 主人地位被剥夺 一方面干嘛 一方面 相应的主人地位被剥夺 你的文化受到形式 那相应的干嘛呢 外来族群 他本来就有 要去 支援 本来就有 支援净夺上的这个企图 那你的文化 用的文化不一样 我本来你文化当中也蛮多 我是文明的 所以你去使用 这块土地上的这个 支援的方式 更是被我所否定 你的主人地位 因为我找到了一个 正常性的理由 因为你是敌文的 所以你会配 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然后我把你的主人 对我为我所定 所以这两件事情搭在一起 其实是在提醒主流社会一件事情 不要忘记 已经整个民主化了 我们讲说主权在民 我们常讲一件事情 主权在民 从个人的层次上面 或许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每个人 理论上都是国家的主人 投票的时候 你一票我一票 就个人层次 可是如果我们发现 这个社会上面 有个不同的主权的话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社会上面 整个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 好像是被特定主流所掌握 那某一些 minority 不管他是 我们现在讲的民主 或者是新住民 他基本上 不太有这个 决定的权利 甚至在更早的时候 他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他必须要承认他是什么 他是这个中华民族 他必须要去认可 这个外来政权 在这块组织上 统治的事情 连十一的声音都没有 那从一个最具体的事情上面 今天要讲的 这个民族的知识体系 他主要是应用在教育的场合 在学校教育里头 该把哪些东西放在里头 大家转换一下 整个时空 我们想一想 我们对比现在的台湾 和对比现在的马来西亚 它同样是华人移民会去的地方 对不对 可是台湾离华南也还更近 所以华人移民来比较容易 来比较多 终于超过半数 到现在 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多的 都华人的移民 所以他掌控的是什么 社会决策机制 国家社会决策机制 最后课本里面 要把什么东西当作博文 把什么东西当作历史 推下来我们这是谁的国文 谁的历史 可是华人移民到马来西亚 也是去很多 那个马来西亚 我们不知道在座的 有没有那个马来西亚的小生 大概应该也有百分之二三十吧 啊 有没有人知道那个 那个马来西亚的 那个他们的族群公共的概款 有很多嘛 对不对 可是没有超过半数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那里面成为超数 OK 所以干嘛呢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整个国家在决定 什么东西叫做本国语言 什么东西叫做本国历史的时候呢 不然就识别了 OK 所以我会发现 哦 原来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那如果我们说现在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 我们想要主权在民的话呢 理论上面 你不但应该要让每一个人 都有 是这个国家主人的感觉 你应该要让每一个族群都有 他是这个国家的什么人 这种感觉 那这个原住民族权力宣言 它其实无非就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原住民族认为说 我跟你是不一样的 所以整个国家的这个运作 那个不能够只是你输了算 你要尊重我在历史上面 被剥夺掉这个主人的地位 你是 你这个族群也是这个国家主人 我这个族群也是这个国家主人 在国家的整个运作各方面 法律 政治 经济 甚至土地开发的这个使用上面 甚至教育 甚至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构上头 你要有 什么能让我们成为主人的感觉 因为在你还没有来之前 我本来就是这块空间的主人 我那个主人就会被你剥夺掉 你不能够只是说 你历史上面就是被我打败啊 你剥该 那你这么讲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振折 我们现在这个民族国家的震荡界 主权在你这件事情的这个东西 OK 好 我们往下面延伸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不断提到的 那个宣言里面 强调尊重文化差异 恢复力行真理 要求整个社会要注意到原住民他是有两者 当然他跟一般的国民一样 都是全体国民之一 但是他也是原住民族之一 所以我们在谈所谓的人权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要关照到一个原住民他是为一般公民的 基本权力之外 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个原住民族的成员 一个原住民族的一个 一个原住民族的成员的一个 下意的这个族群的这个 集体制度权力 那么我们也要那个 那个关照到 那么 用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法 我们看后面的这个仿制进展的部分 那可能童老师之前也听到过了 在宪法 这一条文里面 其实就有听到 这一行我不念 我把它称之为尊重那个多元娃条版 然后下面这一项 我把它称之为什么呢 尊重民族意愿条版 那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比较 比较保守一点的 不用所谓的民族自决的概念 它其实就是民族自决 什么叫移民族意愿 就是 当某一些政策要适用于 或者可能会影响到原住民族的时候 我让你自己决定 到底该怎么做 当然你的决定可能会跟这个 族的社会 可能跟整个大社会 或者跟主流社会 或者跟其他族群的想法 直接可能会有汉格 没关系 到时候我们在去做协商 去做这个 协商做想法群的妥协 可是原则上面 一页族意愿就不代表什么 我决定你要怎么办 比如说在教育上面 我决定你要上哪些课 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我 我把这个决定权 留给你这个民族去做决定 你的小孩子 在整个受教育的过程当中 在学校教育的过程当中 到底该上什么课程 应该要怎么留给这个族群做决定 还不然都只是很含糊的说 让家长做决定 因为家长只是一个个人 应该留给什么呢 他这整个民族做决定 再来 如果原住民族 决定的内容 国家实在很难去做 或者说 他决定说 我们以后所有的历史 全部都上了 台湾族摆不舍的历史就好了 你看民族群历史不要上 大家就会有冲突 会有社会冲突 那时候我们在干嘛 想办法进行 沟通协商 如果各位要了解整个 我们国家早就已经承诺 给原住民族的各种 不管是个人层次的权 不管是个人权 或者是这个集体权的话 我会推荐各位去读一下 仔细去读一下 尤其在座的原住民同学 如果你在东马念书的话 你就会被我逼的干嘛 被原住民族的基本法全论 我们这边 稍微把它秀一下 原住民族的基本法 它大概是我们国家 承诺给原住民族的各项权利的总纲 我们这个国家曾经承诺给原住民族 哪些权利 你大概只要把这个看完 大概就知道了 那 比如说什么叫做原住民族 什么叫原住民 其实很多 很多那个 我们讲嘛 那个名不正也不顺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会蛮 可以有什么呢 这个原住民族 和原住民的概念 在我们的定义里面 原住民是个人 那我们如果是只称这个集体的话 那么 其实应该是什么呢 原住民族 所以 所以你看那个 我现在工作的地方 很好 不叫做原住民委员会 叫做原住民族委员会 那特别强调它的这个集体的性格 然后 然后 各位可以 一路下来 你们会看到有很多字眼 我特别挑给你们看 比如说 政府应一 援助民族意愿 看到没有 就是前面那个 宪法 政策条文的 尊重民族意愿的 那个条款 在这个地方 类似的字眼出现了 应一援助民族意愿 然后 后面也讲到 要实施这个民族政治 所以不是说我国家 通议你 或者不通议你 要不要自治 理论上 应该是什么呢 原住民如果说要自治 国家就要帮他处理 当然 如果你的自治诉求 严重影响到 其他族群的权 的生存权利 再想办法做 像盖所说的 想办法再做协商 然后 还包括什么呢 因一原住民族意愿 保障原住民族的交易权 我后面不仔细念 你们往下看 大概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条款 都会有这种所谓的 尊重原住民族意愿 一原住民族意愿 甚至有个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 只得背下来 尤其在座有很多 另外的利息 要不要关心 原住民族的议题的 一些同学的话 你们会在后续的 可能在后续的 其他老师的一些 讲课内容当中 会不断的看到这个条款 政府或是 与原住民族土地内 从事土地开发 资源 利用生态保育 及学术研究 应咨询 并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参与 那原住民 得还是得 我现在已经当官都还搞不清楚 得吗 得吗 得啦 得分享相关利益 结果我们就把它称 什么十五成员 基本上是一条 所有 尤其大家最会在花莲台中 看到的一个正义 人家 这个是政府的地 公有地 然后人家跟政府买一个地 或租那个地 在上面盖饭店 原住民怎么那么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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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这一条 OK 这个是国家承诺给原住民族的 但是实际上执行起来 中央政府不同的部会 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对治疗的解释不太一样 那最好玩的是什么呢 很多地方政府就蛮 蛮那个 蛮偷懒的 不是那么强 会录影到这样 很多地方政府就会说 有啊有啊 我有问过那个同步可不可以啊 他就说他有同意 或者有啊有 我有办说明会啊 请注意 行使这个集体同意权的 行使这个集体权的 那个权力组体是指那个集体 再部落就是指那个部落集体 现在你们想可以运作的方式就是什么呢 现在那个原民会有一个部落会议实施 推动部落会议实施要点 他部落会议有一个运作的一个模式 你不能够说村长同意就同意了 或者你每一户 找每一户人家签名 每一户人家有这个签名 那只是个人同意的总体而已 那个不代表什么呢 那个部落集体同意了 OK 所以个人喜欢这些疫情的 概念是跟他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 你可不要说 最后一个 刚才影片里面 也有提到这个蓝玉 才会有这一条 政府不得违反原住民族意愿 在原住民族地区 存放有害物质 所以那个 那个 经济不安太厉 那个喜欢打迷路战 后来不是说要在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 应该是打迷香嘛 对不对 那边对不对 那个要存放有害物质量 第二组存场 然后呢 然后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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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不安太厉 就说好 我们尊重当地住民 就有什么 比如说 那几个箱投票 好 那几个箱投票就代表 符合 三十一条吗 没有耶 那几个箱投票不能算 为什么呢 因为那几个箱 也有非原住民之外的地方 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 这边所谓的 不得违反原住民族地医院 就是 当然现在很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 你部落会要去推动 或者因为现在有自治区 有自治区 就很难去行使这样的一个同意群 所以 会造成好些困扰 可是 老师 那个 举了这几点 你们就看到哪一点 就是 它其实是要干嘛 其实是要 回应 这个 2005年通过的原机吧 它其实是要去回应 最早的时候 原因团结的这个诉求 里面不断的出现 因医院住不住地医院 因咨询并取得原住民的同意 或者 不得违反原住不住地医院 这些概念 其实就是相对的什么呢 你要背负它的 某种程度 背负它的主人地位 而且在大部分的事件上面 我们可以从我角度来看 假设今天 假设今天我们历史倒退回去 诶 汉人在那个 大陆整个东南云海 那个地小 人仇嘛 身处不下去了 他想要往外面 你看到台湾 那么多的这个空地 然后呢 他就一直跑过来 然后呢 诶 我可不可以来 可能很多原住民族 都会觉得说 地那么大 也不缺 也不缺那么多啊 好吧 我就让给你一些老朋友 一起共同一个国家 所以理论上面 当我们要共同一个国家的时候 他认识应该要签订某种条约 OK 那这个条约里头 要是在那么理想状态的话呢 当然理论上 我们会先处理什么 先处理某一些 最后是不是让特定族群 都能够同时享有什么呢 这个国家主人地位的 某些条约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 请注意 这样的一个基本法 它其实就是好像 我们到过头来回溯 我们签订某种条约一样 来去做一些弥补的一些动作 来做一些弥补的动作 来做一些弥补的动作 那我们进一步再往上面看 我们就可以扣到什么 好 同样这个概念 我们透过一些 集体权力的设计 重新去了解原住民族 在这个 台湾历史上的这个 这个应有的地位 和相应的集体权力的设计 然后我们再把它 稍微特定化一点 我们不去谈什么土地市场资源 我们去谈费药 我们去谈自治的问题 我们只拉到什么的 原住民族教育这些事情上 就像老师刚才所提到 原基法里面也有提到 因一民族医院 然后呢 本于什么多元 平等尊重的精神 去推动原住民族教育 那 那什么叫做 因一民族医院 请各位注意一下 其实我们在原基法之前 好几年 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法律 叫做原住民教育法 后来原基法通过之后 就把原住民教育法 稍微做了修改 加了一个组织 然后里面 某些条件做了一些修订 请注意 我们现在所讲的原住民族教育 它大概分成几个侧面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一般教育 一个是民族教育 一般教育就是指 依原住民学生教育需求 对原住民学生所实施的 一般性质教育 民族教育就是指 依原住民族文化特性 对原住民学生所实施的 传统民族教育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想象 怎么想象呢 对于一个原住民而已 它是这个大社会 这个国家的公民 可是它也是属于 它这个民族的一份子 我们想想看 对主流社会 或者我们讲汉人族群 我们讲 我们说主流社会 是汉人族群的 所以不太标准 因为汉人其实是一个 蛮韩国的一个概念 我们讲这个主流社会 好了 或者勉强我们讲说 汉人社会好了 看来已经好了 那么 他们的历史传承 有没有通过我们家的教育体制 把它移居下去 当然有 古文就是啦 历史也就是啦 我们历史在讲到本国史的时候 我们先不要去管它什么 台湾不台湾 台湾史和中国史之间的这个争执 可是它从整个中国史 从现在是往外面拓 从台湾史 然后往外面拓管到那个中国史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讲述汉人移民的一套历史 所以基本上对于汉人族群而言 他不必回家交 家长不必回去再给小孩子做补充 自然而然干嘛 在学校上课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了解他们的祖先 之前到底发生过程的事情 可是对于原住民族而言 有这个机会吗 没有嘛 对不对 那 在座位原住民同学 这个 了不起知道故事的事件 发生在哪一年吗 那其他的事件 牡丹士的事件 可能大家就已经不太知道了 故事的事件 勉强知道1930年 大盆事件 全都不知道嘛 这是汉人同学 不是汉人同学 不是汉人同学 所有的同学 什么南京桥味、青京桥味 在哪一年大家都背着要死要活 OK 那么 那么 咦 现在到底还读那些课文啊 那个 那个 你们这个年纪 还有没有念那个 现在那个选举的那个 的 的业艺啊 还是什么 那个 那个 联恒的台湾史 台湾通史 序有念嘛 对不对 他里面有一句话 我每次听到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念哲学 太反顾了 我想那么多 那个 他形容 形容这个 这个 这个 台湾人的祖先 在这块土地上面 力精兼兴 秘錄藍旅的嗎 秘錄藍旅的嗎 秘錄三零嘛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是從子民哲的角度所寫的故事 秘錄藍旅秘錄三零 你好辛苦喔 到後來就是我的土地被清躲的構成 所以那個有時候 我也不太敢前輩講 那個胡德夫他不是唱那個什麼 每一道詩歌唱得很好聽嗎 裡面不就是有一句嗎 秘錄藍旅秘三零嘛 算了 被殖民者唱這個歌 唱這個歌詞唱那麼漂亮 我只能夠自我解釋說 那個是被殖民者的一種胸襟開闊 胸襟開闊 要不然那個 說不定我太敏感了 我都想到這些東西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對我們的原住民學生而言 我剛才講過他有兩個生分 可是在整個我們的教育體制當中 他所學到的只有什麼呢 這邊的一般教育共同的部分 那屬於他自己的這個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民族文化教育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沒有學到的 當然現在慢慢已經有一些了 因為其實部分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法律 很明確的界定 這個原住民族他的宿教權益 包括這兩個生命之後才開始慢慢演 可是還是太夠了 這個待會兒會提 所以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整個教育體制的這個建立 當然要處理的包括什麼呢 包括課程嘛 包括師資嘛 還有你這個學校的那個組織嘛 之類的 其實在我們的原住民族教育法裡面 早就有聽到 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 英才多元文化觀點 並納入原住民各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 以增進族群堅持了解與尊重 然後呢 各級政府對學學教育及國民教育階段資源的國民學生 應提供學習 而應提供學習其族語歷史及文化的機會 你們考試都不考完嘛 升級考試都考完嘛 比較不在乎嘛 那現在教育部裡面 大概未來這幾天就要決定那個 四二年課綱 國中階段到底 本土語言要不要必修 這些事情 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原民會 以前上週五 還特別發函給教育部 要求教育部長 在最後那個會議 那個課程審議會議會的時候 米南語課語怎麼樣就不談了 尤其是最有真意的其實就是那個族語 是那個 是那個 米南語 主要就是所謂的那個 那個 主要可能就是一些本土社長那麼可以有的東西 真一點在這個米南語課程上面 對 原住民族語大致上都沒有大問題 可是因為課程的名稱 你們曉得 你們從以前念書到現在 課程的名稱其實都是畫成的族語 對不對 所以很可能會讓那個原住民族語 我們認為說應該擺在必修的這個城市 然後最後砍成這個選項 那 對於原民會來講的話 會認為說不太強 為什麼 一方面 前面講的原基法裡面 有保障原住民的原權 另外 原教法裡面也有特別提到 提供原住民學生學歷足以的機會 當然可能有一些 學者或者是教育學人士會說 沒有關係啊 把它列為選修 而且其實我知道 在國教院所擬的那個課竿裡面 有特別提到 其中一個方向是 國中本土原選修 特別針對原住民族語 特別寫到說 如果有原住民學生要求要選 的話呢 學校有義務要啟動 用這種方式來去回應 那個原民會要求 那個 任何課程要必修 可是 從我的實務經驗來看 你不列必修的大概就 選修的大概同學 因為老師就叫學生不要學 OK 那個強制引導的 然後再加上我另外期待了一點 哪一點呢 對 一個升學科目 一個升學考試要 講現實一點 一個升學 升學考試要考的科目 他在學校裡面不是必修 這很奇怪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在做了原住民同學 我們先想看 你們 能夠 那個 那個 透過那個 那個外加民國的管道 或者升學寶藏 裡頭還區分嗎 對不對 有獲得足以認證的 他講的比較多 沒有獲得足以認證的 現在有沒有降到死了 最後要降到死嘛 對不對 OK 怎麼會找到哪一看 足以認證的課已經變成 原住民學生的必修課 已經變成他的考試課而已 所以理論上面 應該要跟你們必修課才對 OK 可是 你看 你們大概是 你們在座很多人 大概是第一次聽過這樣的說法 對不對 大家會發現 整個主流社會 我們在決定原住民 他的整個教育歧視 該怎麼去進行的時候 基本上不太從原住民的角度去想事情 甚至過幾天 教育會要開的那個課室會裡面 是沒有原住民代表嗎 是沒有原住民代表嗎 那這個有點提外話 那我們拉回來看 那如果我們理想上面 理想上面 認為 我們整個那個 整個教育體制 應該要特別針對原住民 他的這種雙重公民身份 他是一般國民 他一般科目要會 但是他也是原住民的這個一份子 所以在歷史上面 他曾經被打斷的 那個我媽傳承的那個空間 我們也要想辦法透過制度性的方式 讓他接續上來 當然有人會說 你回部落學嗎 你教育教育學嗎 好 那我覺得這個有兩個 兩個盲點 第一個什麼 第一個盲點是什麼 第一個盲點是什麼 現在的生活形態 早就已經沒有那樣傳統 不留給他們學了 好不好 所以我們布農族的男生 從小跟著父兄到山裡面打獵 在這個過程當中 自然就跟我們講了 做獵物 關於天氣 關於氣候 關於河流 關於山川的一些知識 甚至我們祖先遷復 每到一個夜場 就講說我們祖先從哪裡去 整套自然科學 或者我們講說歷史的模式 是在那個整個獸業的過程當中 學習獸業的過程當中去學奧 我們現在還有那樣的環境 沒有的吧 OK 另外一點是 那你漢人的歷史 為什麼有回家讓家當教的 為什麼就是原住民的歷史 可以回家讓家當教的 算不算公平嗎 對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 老師講話比較掉轉一點 這個 這個就是我歷史 建議大家去多修一些哲學系的課程 養成各位那個詩辯的精神 不斷的想說 你那樣的一個說法 背後可能有什麼問題 好 這也是剛才那個童老師說 我那個文章裡面 其實我都有針對可能會遇到的一些 然後想辦法做一個回憶 回憶呢 到底 頭不頭當的事情 我也是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 我們來 我們講說 一個公民社會 我們理性論別的事情的時候 該有什麼態度 別人的這個詩疑 不能夠因為 別人的立場跟我不一樣 他的詩疑我完全不理會 或者用馬的馬回去 想辦法 據我能夠所要請 無業理性的個人 那麼其實圓民會 早在什麼呢 早在差不多2006年2007年左右 就開始推動一個計畫 委託當時在年教大任教的陳思葉老師 他進行一個原住民族教育體系的 規劃的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有包括什麼呢 有包括這個相關法律程式上的這個 是否要有相應的這個變化 然後也有什麼呢 這個學校到底該怎麼去設立 那麼 到底是要在現有的這個 這個學校之外 另外設計什麼 還是現有的學校如何去改造它 適應於民族民所需要的 一般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上的學校 更進一步的當然也包括什麼呢 包括這個實質的這個來源 實質的這個名學 當然也包括了什麼 課程的設計 那現在問題來 你課程要如何設計 就像老師剛才所描述的一個虛擬的情境 我是布農族人 我從小到大可能跟著我的父兄 在世上裡面打個臉 開始去學習 我身為一個布農族人 一個布農族的一個男性 所該製造的一些知識 那現在已經沒有那樣的空間了 我可能隨便到那個靈活局的地上 那個檢跟數字可能都被抓 現在已經沒有那樣的一個空間 那麼甚至那個父兄會裡面 還能夠那樣去打獵的人也不多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勉強的 國家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 進行一些歷史彌補 把我們曾經 我們曾經有 但是因為殖民而斷裂掉的一個文化傳承 要想辦法把這些學運上去 用學校教育的方式 那要怎麼去做 那要怎麼去做 由於在這個課程的設計上考 這個鐵定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對於我們現有的教育體制裡頭的 整個課程的規劃 包括科目的這個設置 造成影響 甚至就算科目的設置 你不去影響它 也可能對於美俄科目的內容 或者它到底該怎麼去散步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重新思考 甚至一個 rewrite 重寫的一個過程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這麼說 大家想想看 我們從小到大一路上來 因為之前就先不談了 從小學 國中高中一路上來 我們學的每一個科目 尤其在國民教育 在基礎教育階段 我們所學的每一個科目 泛稱國民俗語化這些東西 它無非就是什麼呢 我們認為一個國民 你在這個社會上面要立足生存 你所該知道的一些基本的產生 基本的這個理由 運用的能力 基本的計算的能力 你對大自然最基本的理解 你對於整個社會意義做一個最基本的理解 它就化為我們在國小 一直到高中階段的各種國音速文化 不管它們的科目名稱是什麼 無非是學行業的東西 那問題是 那些那些課程 或者那些課本裡面的那些東西 從哪裡來的 它無非也就是什麼呢 也就是我們透過學術研究 我們說聯繫出來一些資料 然後從裡面抽出精華 然後去形成一個適合的 適當的對應於國小學生 國中學生 高中生的教材 那你幾乎比如說像自然科學 我們說理化 當然會有那個物理系 可是你會發現 還會有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它會用到的 就是我們之前主要的是什麼 數學 所以這些基本的一些知識 是我們每一個國民在社會上 入了生存所應該知道的 這些基本知識從哪邊來的 它是透過一套什麼學術研究回來 可是現在麻煩是什麼 現在麻煩的是 我們所形成的這些科目 是源自於一套學術研究 可是這一套學術研究 它有它基本上 一些學科領域的一些劃分 而這些學科領域的劃分 我想而知的 它是如果去劃分它 它是控制在什麼 主流族群的手上 甚至我們講說 以台灣的這個狀況來講的劃分 它基本上還是 還是控制在 以西方文化文明 為主的一套學術研究上 然後我們再以它為基準 你要問我說那套體系是什麼 很簡單 到圖書館去看 最基本的來說 就是那套圖書分類的服務 大類就是分成什麼的 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 人文社會科學裡面 在做細分 自然科學裡面 可能會再分成物質 物質科學 生命科學 物質科學在細分 生命科學在細分 然後就變成每一個系 然後就變成 圖書編幕上面的每一個項目了 所以你要說 西方的知識體系 到底是怎麼回事的話 你去看圖書館的編幕就知道了 去看圖書館的編幕就知道了 那我們現在 一般的這種國民教育 所會放進去的東西 無非就是那套編幕 所形成的一套知識體系 再稍微把它抽其精鑰 然後再把它簡化一點 把它抓進來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問題是 那一套 也不要說這個 以害人為基礎 我剛才講過 這套體系 基本上是 一種西方主導 西方學物界主導 這套體系 在這套體系裡頭 它的運作 它能夠完全反映出 原住民生活的這個面貌嗎 是不太能夠 是不太能夠 那它甚至會從它的角度 去幹嘛呢 去把原住民他的整個生活面貌 把它的肢解開來 肢解開來 然後讓我們看不到 整個原住民生活的這個權貌 所以有人會說 你一個原住民學生 你到大學念書 你要了解你的文化是怎麼一回事 在台大 台大可以到人力系讀一些東西 甚至 甚至 其他學系搞不好 法力系到底看的那個課沒有 原住民的法律 或者 或者那個 農學院那邊 有幾個老師在做原住民的相關研究 他們有沒有開相關研究 或者那個 現在應該有台文所 對不對 那台文所裡面會不會開 原住民的文學 有可能 可是 各位到那個地方去學習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呢 你所吸收到的原住民的知識 它可能只是片段 它可能只是片段 沒有辦法從原住民自己的生活的經驗 尤其它從傳統 以至於經的生活經驗當中 去了解它自己的族民怎麼一回事 我剛才講過了 那 一套課程的設計 無非是讓你的國民了解什麼 了解我們這個 我們所處的這個空間 它的自然面貌怎麼一回事 它的社會演作怎麼一回事 它的歷史文化怎麼一回事 可是透過我們現有的這套教材 原住民族原化獲得這些東西 那現有的教材裡面 當然它會偶爾會泡術到原住民族 像你們在念那個 國中社會科 或者是高中的歷史課程的時候 前面幾個單元就會有原住民族 對不對 那 可是大概也不在那個地方而已 後面幾乎原住民族快不接了 而且就算有 有時候描述會錯誤 或者不妥 比如說我看過有一個版本的 好像是國中社會科吧 我已經不知道是哪個版本 我有一些原住民朋友 看了之後非常的激動 不爽的 他在裡面講說原住民族 是沒有歷史的名字 來我們發揮一下 這個哲學太陽的精神 什麼叫做有歷史 什麼叫做沒有歷史 也會寫下來才叫做有歷史 那我部落裡面那些老人家 口述的算不算有歷史 你主流社會最早的歷史文本 那也是口傳家 和馬斯斯斯啊 對不對 那也是口傳家 後來的人 他把他寫下來的文本 所以那個寫法 當然他的意思可能是說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相對於其他部學 原住民族可能是比較晚才有歷史文本的民族 他可能是這個意思 可是他用於這麼皮膚直樹的 讓人家誤以為什麼呢 原住民族是沒有歷史的民族 這個有點偏見啦 有點好像在講什麼的 原住民族沒爹沒娘 這種感覺啊 所以你 然後更不要說那個 那個 不是前一陣子的那個新聞 還好不是課本 如果是課本的話 那個教育部就會被罵 某一個應該是康宣的吧 那個好像是那個 那個 那個想法書 想法書裡面所舉的例子 其實蠻歧視原住民的 有個自卑 某個什麼 什麼卑男族 他不會因為他的身分的自卑之類之類的 那很奇怪 有時候會講說那個 某個明來人 他不會因為他的身分的自卑 為什麼會舉那個例子呢 所以大家會發現 其實整個 其實 台灣在進入所謂的多元文化 就是復生當中的文化 在我念書那個年代 基本上 原則上是不會有 這個原住民族 或者3D人出現在課本裡面 就算有 它是用負面的方式 比如說無縫的故事 真的有方式出現 現在 當然沒有那麼容易出現 無縫的故事 現在已經不出現 而隱形已經沒有了 可是基本上現在的這個課程裡面 那麼 能夠讓原住民族去了解 讓任何一個原住民學生去了解 他自己所屬的主權 對於自然 對於社會所屬的運作 是他自己的歷史跟原文化的理解 基本上沒有 剛才講過 要嘛就是片段文化的 放在某些單元 要嘛 就算放了 有時候還會寫得不太圖淡 寫得不太圖淡 寫得不太圖淡 你現在說一個台灣原住民是高山族 你很容易被登白夜 因為高山族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對岸土化的一個概念 因為對岸基本上不承認台灣原住民族 原住民族 他們只承認有所謂的少數原住民族 然後叫做高山族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在聯合國 是有投票贊成簽署 2007年通過的聯合國原住民族全力宣言 他為什麼會簽呢 因為他宣稱在他的景點沒有原住民族 所以我們說蛤 你這種不理受信的這種方式 所以兩岸交流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這邊原民會跟他們 柔軟的國家跟柔軟交流 當中去我們這個小命的一個過程 留了任何一個文本 如果那個文本是屬於他們 他們絕對不會讓一個住民族真 這個字出現 有些小故事在 有機會再跟你們聊 我們兩邊鬥志的過程 這個錄影也跟你們講出來 好吧 那麼 那麼 所以從這個陳志藝老師這個計畫出來之後 我們開始關注到說 如果真的要同時滿足原住民的一般教育 以及密度教育 尤其是密度教育這塊的話 那個課程你要怎麼去設計 而這個課程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任何課程的設計 背後就一定 預設著 我們希望下一代的國民 學習那些基本知識 所以 對於一般的國民而言的話 一般國民該知道的基本知識 是什麼 對於原住民學生朋友 他所該知道的 關於他自己的文化的基本知識 是什麼 然後 從這個角度才跑出來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關注到什麼 原住民的知識 這些事情 這是其中一個進入 這個跟那個 因為藥物研究的那個進入不太一樣 關心的角度不太一樣 那 這樣子也就扣著今天我講的這個主題 原來我們為什麼 原住民的知識體系 他不是為了圖管系 希望有一套 原住民知識體系的辯幕出來 方便圖管系在台大 設立一個廣場空間 然後裡面放原住民的圖書而已 不是只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已 也不是我剛才所講的 這個藥學家想要了解 原住民的傳統的生物 植物的知識 去為人類開發形容 也不是只是為了這個 那其實在原住民族社會 以為在台灣 他其實是為了什麼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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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正式的教育體制 重新 幹嘛呢 把原住民族 曾經被摧毀 被斷裂掉的傳統 再把它借回來 再把它借回來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們到底要用 我們到底要如何去 把這套體系把它畫出來 然後再那個 然後再 進一步的去填充它呢 那 我這邊文章裡面 大概我剛才所講的 這整個脈絡 已經有提到 各位有情趣可以去看 在陳之列老師的那個計畫 結錄之後呢 那原民會就另起了一個計畫 叫做建構台灣裡面 著民族的知識體系 這個畫面就是 那個時候是由我 和那個光明慧老師 和蔡宗凱老師 助理師要想我 可以的話 那我們做了一個計畫 我抓出這個計畫 最後的有一個表 給各位做一個 參考 讓各位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中間有一些 所謂的這個 我記得在第幾頁嗎 我們從這邊開始 基本上我把所謂的這個 參考都穩謝了 那他們會去對比所謂的 在過去好幾年當中 甚至在西方的學界 那會 有真的很多啦 但是有一群學者 他們關注什麼的 原住民族知識 以及所謂的 這個西方知識 尤其是西方科學知識 之間的這個性質的 這個對比研究 那 我把那些研究的結果 稍微做了一個 整理之後呢 我自己發展出來了一套 所謂的 適應於整個原住民族 它存續發展觀點的 一套關於 原住民族知識的定義 那我簡單這麼說好 所謂的原住民族知識 它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市居 在某土地領域的 原住民族 從古道經 為求其族群 存續發展所形成的 知識體系 什麼意思呢 其實也不只原住民族 任何一個社會 你為什麼會形成一套 知識 其細菌 念人在這個地方 它基本上就是什麼呢 它基本上就是 我要了解 不管自然怎麼回事 我要了解我的社會 原住的什麼回事 我從當中找到一些經驗 這些經驗 不管是具體能 所以我去發展出 某一些器具 某一些工具 或者這些經驗 可能是比較無形的 我發展出 某種世衛制度 或者發展出 某種認同的聚焦 比如透過一些生話故事 去塑造成大家共同這個任何 不管是哪一種層次的知識 我都是要透過這套知識體系 看內容幹嘛 去思考我的這整個群體 我下一步要往哪個層次 所以其實都是為了所謂的 存續發展 有人會說 可能童老師和我比較熟 我們申請國會的計畫 申請書裡面國會 都要我們寫出什麼 你這個研究對於所謂的國家社會 對於國家社會有什麼 有什麼實質貢獻 對不對 那可能一個中文系的老師 就是說 我研究已經知道 這個對國家社會有什麼貢獻 但是其實 要是我們能夠把某些利涵抓出來的話 你看我們對 你看文學 其實在整個中國文化的傳統裡面 文學它有很多面向的功能 其實都會面向做幹嘛呢 其實這不是中國 大部分的文化文明都是這個樣子 從文學著作裡面所表達的一些感情 或者對於整個人的一些感慨 它其實是某一種生命的一種感情 諾貝爾 諾貝爾那個文學講 難道是因為他寫得很炫啊 然後寫的故事很奇怪 所以他就會都講 沒有 我們用中文講的一個文語載道 你們可以理解 諾貝爾文學講得主 基本上他的作品 每都一定是扣著某一種 人生當中的一些重大問題 一個或數個重大問題在談 你才會讓很單純的字母的組合 或象形文字的組合 跑出來某種程度的這個意義 所以對於文學家的研究 或者所謂的文學研究 或許他看不到一個實質的利益 不像一些電機系的 那個機械系的最容易醒說 我這個馬上能夠轉成專利 OK 現實的利益 可是對於李星兆進行研究 對於你說杜斯托爾文斯基的作品進行研究 他是在幹嘛呢 他是在帶著我們整個社會在反省 我們這個社會到底要的是什麼 OK 所以其實任何一個知識 你只要願意去思考的話 他一定是對應著什麼呢 我們人類 你個人或整體人類 深圳發展需求裡面的某一個面向 有的時候是很現實被直接變成錢的面向 有些是那個可能比較看不到的面向 各位也有這個想像能力 尤其在座的各位如果是念文學院的話 更多也不是想像的 不然 老師跟那些管理學院 那些工學院 比他們好像比較能賺錢 好像我們讀的東西好像比較沒意義 要懂得抓到自己念的學系 為什麼有意義 然後接著呢 這套知識體系 它具有在生存處境當中 鞏固族群認同 以及處理權力支援或分配的這個功能 那麼它包含著族群長久以來所形成的這個世界觀的基礎 以及與植藝基礎附圍表裡 用來面對生存世界時所形成的實用品知識 同時 這個知識體系也包有 以其為核心的知識能動性 能夠面對外來的挑戰 然後它會 就跟文化的這個變遷一樣 才是某種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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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恨產的一些變化 可是這些變化某種程度 可能是受到外面的影響 可是某種程度 它也會經過這個自我效果 那因為時間不夠 所以我不太深入的針對這套定義 裡面可能有了一些哲學意涵 進行一些討論 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通老師在那個教學計畫表裡面 我列的那兩篇文章裡面 會有更細緻的討論 那 在這樣一個概念之下 我去把那個 尤其是那個加拿大 美國 和澳洲的一些學者 所形成的一些 對原住民族知識分類體系的一個理解 然後形成的我自己的一套圖表 這個比較容易去看 奇怪的套在哪邊 小路你們要上來幫我找一下 我先簡單這麼解釋 在那套圖表裡面 大致上這麼看 就是說原住民族 他有所謂的這個 他自己的一套文化傳統 有他的一套傳統知識 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我說哪一個嗎 那原住民族有他自己的一套傳統 可是我剛才講過 在歷史上面 那個硬生生被切斷 那那套知識傳染的這個傳統 他不會在什麼呢 他不會在那個 現代國家的這個教育體制裡面 那麼被交手 可是 當我們說 我們要重新 在現代這個空間 時空環境當中 重新把所謂的原住民族知識體系 建立起來 然後把它運用於所謂的這個 原住民族的民族教育的時候呢 我們能夠完全不管 這個圖表已經硬生生架在原住民身上的那套 MK Modern Knowledge 就是現代知識 不可能 那這個圖表 什麼意思呢 這個圖表 各位看到這個CCK 這個是指的是什麼呢 原住民知識體系裡面的核心 然後呢 MK 現代知識 然後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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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個 後面的那個 也秀給你們看 核心知識 範竄 MK 是這個現代知識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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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圖表 我大致上把原住民现有的生存处境 做了一个反思,然后重新成立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在这个虚线以内 是属于原住民族的生存领域 就现在的原住民族而言 他已经无可避免的 已经接受了现代化的教育 这些从0K1到0K84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是那些国因素理化、历史地理 那些东西 现在这是分类 我们不太可能 在现代社会上中 我们不太可能 在这一套现代知识的分类体系之外 我们完全的 好像复古式的 去重新恢复什么呢? 重新恢复所谓的原住民的 这种传统知识的分类体系 我会说流定的难度 因为就像刚才所说的 原住民的很多传统是用口述留下来的 那你说你要找回所谓的原住民传统知识的分类体系 很多人都已经走掉了 你要找谁去问 有些人会说 日本人有留下来很多资料 可是不要忘记啊 日本人留下来的资料是日本的美术学家 按照他的西方学术训练 然后去解决原住民的材料 然后排成日本人 或者是西方学术世界懂得的东西 那你拿那些东西就把它当作说 那个就是你的传统知识体系 以及那个内容 人家会不会讲错了 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普洛老人家会说 某某有名的日本的民族学家 他里面所写的东西是错的 OK 那在座的有些同学 如果有机会 他去做一些电影调查的话 那个同学之后可能最清楚 我们碰到那个报道人 碰到电影调查反问的这个对象 也不是人家说什么就完全相信什么 你还要多方比对嘛 对不对 所以 讲一谈白话 那 我是稍微没有那么 那我本质主义的倾向 好像想象出 好像是去想象 有一个美好的年代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年代有所谓的 完整的原住民磁子体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打算回到那个年代 把那个东西抓出来 基本上也不太可能 而且文化的流动性 反而就是一直不断存在的 我常常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会说原住民的传统狩猎 枪子很重要 可是枪子对原住民 到底是他的传统还是外来的 差不多 原则上大概150年前 原住民在开始 比较有明晰的 有迹可取 有史可在的 大概就是150年前 原住民才开始使用枪械 现代枪械 那在150年前 枪支 使用枪支的知识 在那个时候还是外来的知识 可是现在呢 已经内化成原住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你看到一些传统雕刻上头 那个枪已经变成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所以文化也会流动啊 所以你是要抓哪一个片段 说这个东西才是什么呢 我这个部落 或我这个民族的串通知识 那我不那么本质化地 看待这些事情 那我比较愿意从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或许某一些民族 他自己有他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哲学里面 在那个地方 比如说最明显的例子 在讲原住民族知识的时候 最常被提到的这个范泰雅族 这个Gaya Ogaga 那样子的一种核心精神在那个地方 然后 透过这个核心精神 那在范泰雅族的那个 那个每个部落 每个群的内部 他们有一套什么呢 他们去分配土地 然后呢 去配置每一个 不管是大人小孩 那个男性女性在这个部落里头的这个位置 然后也有一套什么呢 去解决 这个部落里头 人与人之间纠纷 甚至部落与部落之间 的这个纠纷的一套机制在那个地方 我或许没讲出那是他一套传统知识 可是当遇到现代社 当我们没有办法要跟现代世界接触的时候 当我们现在在谈所谓的原住民族知识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有一个更开阔的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呢 就是我们以前的某一套东西 是否在现代社会当中 我们可能要产生某一些变化 然后跟大社会产生一些 跟大社会进行一些对话 然后形成什么呢 适应于我们现在的什么呢 我们现在社会运作了一套原住民族知识 那比如说某一些原住民的一些传统惯喜 那各位要是有知道以前 那个在台东有所谓的 台湾主的所谓的阿丽丽 这个事件 那个部落里面的长辈 他照出来什么习惯去摸那个小男生的小鸡鸡 然后呢 后来就被那个家里面人告 然后不告还好一告了 那可能小孩子家里面的人没有注意到说 这个一告的话呢 你用公诉罪还是告诉乃路的罪处理 那个结果也不太一样 没想到检察官就用那个公诉罪去处理 哇他带去打凉了 可能原来那个小孩子的家人 也没有想到说要搞到这个地步 那后来还好那个案子 就去考量到说 是不是有这么的传统协书 他的起心动念并没有威胁这个用意 你可以了解吧 那老人家要知道说 那个家族能不能想下去 我小孩子的小自己 知道说是更正常的 没有善气 那可是问题是 你看哦 这等于是原住民的传统律法的知识 我在我这个 我在我这个部落里面 我这样的行为规范在这个部落里面 在传统上是OK的 可是主流社会的这个法律 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 至少就外表来看 至少是伟界啊 OK 可能搞不好设计那个心情汉 那在这个当中 所谓的传统的 这个规范的知识 如果跟现在这个国家的法律程度的对话 然后形成现在 原住民的一套 运作的一套 一套行为的规范 也能够被大社会所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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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甚至倒过来 我这个民族 我这个特定的一个部落 我们对于我们这个部落周遭的这个传统领域 我们怎么去使用它 我们的一套做法 可能跟那个 所谓社会可能跟中华民国的法律 那个法律系所受制的这个 这个法律的知识 产生对话 然后形成一套干嘛的 既能够为大位所尊重 又能够被我现在这个部落 所预警的一套什么呢 属于原住民的一套知识 法律的实在不一般 这个就是一个蛮 蛮艰辛的一个历程 那那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说什么呢 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说 抓里面重要的东西 然后形成什么呢 形成这个 在单学校教育体制里面 比如说到了高中这个阶段 或者到高中这个阶段 比如说共鸣课里面 要交到有关原住民的法律的时候 原住民的法律议实的时候呢 把他放进去 那如果 当然有很多 很多那个 设计方式 比如说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我们台湾那么小的地方 那个文化那么多元 可是我们处理一些 教育的一些 教育运作的各种细节 有时候都觉得比那个对岸 还要更那个 周端极权化 实际上面 比如说 你一个部落旁边的学校 国小或国众 你的社会科 在进行的时候呢 当然会有一般的课端 那一个地方 可是 你会注意到 课端 其实它只是一个outline 你实际上要去写课本的时候 我只要在你课端的领导之下 我还可以加很多东西啊 所以我可不可以设计出一种课本 什么课本呢 我知道一些学校 波罗附近的 或小或国中 原住民学生比较多 我就设计出一套课本 你课端里面要我写的 我也有 可是我 我专门 我特别另外在针对什么 这个原住民学生的 民族教育的这个群权 我再放些东西进去 可以吗 可以吗 会不会这么说 可以啊 当然如果是在都会区里面的话 你可能不必放那么多 可是你在某一些 由于在高中 高中你们现在有 公民课语大部分在讲法律 在讲法律的部分 你会把原住民教育法放进去 让大社会了解说 原来我们这个社会上面 有一个文化传统 不一样的一个群体在哪里 它的差异不是代表 究竟是错误 它可以给什么呢 原来就是个主流属性的法律 有尽力的成本 他们的法律群体在哪里 用这种方式 反正就是 基本上就是 学校的形态都各式不一样 有的是在原乡的学校 有的是在都会的学校 你要放进哪些 原住民的一些素材 原住民知识的素材 在里面 都有各式不同的安排方式 那么当然 有人会说啦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老师的文章里面 有很多这种论辩 我都不知具 这些不知具 刚才我讲的例子 有人会说 那现在升学考试怎么办 升学考试怎么办 升学考试怎么办 这个 这个 大家都要 我们已经陷入这种 超级标准化的 这个迷思里面 对 大家课本一定要一模一样 然后 那个 听说一缸多本之后 我那个年代只有福利便经馆 听说一缸多本之后 现在变成 听说普及班老师要把你把 这个版本的那个精华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对不对 比较有失陋 不晓得是怎么办 那 有人会说 那升学考试怎么办 比如说 这个 那升学考试要以哪个版本为准 哪一个版本为准 那 我觉得这个思考 可能有点削除四零 这样子反而 我必须讲 在河东的时候 在推原住民族的这个 文化教育的时候 最大的阻碍 其实跟我们推 我们所谓的一般理想上的教育理念 要推广我们的障碍一模一样 就是现在的 不过前面那种质疑 在当今这个社会 讲一场台话 有点点那个 有点点不太实战 为什么 因为请注意 你具有原住民身份者 那你透过这个外加密格 你要获得升学保障的话 理论上你的考试跟物件 也是太一样的 你多了一个什么 原住民的一个文化 多了一个原住民的一个文化 所以其实 一个原住民学生 考试科目的数量 跟一般设计不太一样 竞争的也是不同的这个笔合 所以管道是不一样的 所以何必在乎什么 你用的课本 可能跟平地人不一样 对 那是家长的迷思 家长会觉得说 我不论的学校里面 我另外给他设计课本 这个课本 既符合一般教育的 课干的需求 又符合什么呢 这个民族教育的 那套民族知识体系的需求 然后我的小孩子 议的课本 跟平地跟台北市 那个中正国中 那个课本不一样 我的小孩子 会不会 竞争上处于劣势 我觉得这是一个迷思 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原住民的生学 因为广告界是不一样的 其实很大一样 而且我们不这么去想办法 让我们比较后面的 这个原住民的年轻人 学这些东西的话呢 当差异化 越来越不明显的时候 其实这个会 会让原住民的差异 群立诉求的这个正当性 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所以当然 还有很多 其他的议题可以看 可以回去看 我的那个文章 当然 最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有人会说 那这套东西 我怎么用出去 这边牵涉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要做一个 台湾整个原住民族 泛原住民族式的 这个知识体系 还是做鲁海族的 布农族的 台湾族的 还是你要细到 像现在那个 那个 足以认真的 划分四十多个群栏 所以 我最后的这个研究报告 其实我只提出了 这个抽象的架构 那 后面的人要怎么去跑 比如说像现在那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泰国国校 屏东县的泰国国校 这个屏东县政府 蛮有远见的 在那个学校 设立一个原住民族 好像叫什么 教材 什么研发这种型 他们就都打算做 老师刚才所讲的 想办法把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 大部分都是百万组的 这个学生 同一个族的 甚至 同一个群的 也蠻高比例的 同一個語群的 所以他們想辦法要自己去寫教材 這個教材一方面我符合你 九年一貫課竿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裡面的素材 或者裡面的去訴書的這種方式 我盡量服役於什麼的 當地亞灣族部落的在地的指示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Follow他們 泰國國小的FB 然後每隔一陣子他們就會把那個 新編出來的單元把它擴在這個網路上面 你們可以去看 蠻有趣的 這個蠻有趣的 但是有沒有一個叫做 很像統一性的所謂的原住民作為這個設計系 這個有時候真的蠻難的 為什麼呢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以問我魚有哪幾種 對我們副農族來講 只有可以吃不可以吃 但是魚還好都可以吃 可是你去問那個藍燕的達物族 你說這個土地自然資源的這個姿勢 對於那個高山民族 不能我們犯太陽 很重要 可以講那麼多 可是對於藍燕的達物族 的話呢 海洋更重要 雖然你要怎麼去劃分它 那我所提的是一個空的一個降落 它還必須要適應於那個每個學校 其實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我們只要想辦法在我們的教育的 體制的運作當中 盡量去那個 去中央政府 你們不要忘記 其實我們的地方政府 在它地方自治的權限裡面 它本來就有很高的權限 那只是因為大部分地方政府很窮 它的幅度非常從中央來 所以很多地方政府 唯恐 唯恐它的做法 跟中央政府跟教育不一樣 所以它不敢做太多這個創新 否則理論上面 在它的這個地方自治的權限當中 它可以做很多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平常泰伍國小 為什麼敢做這件事情 它做這個事情 它把那個整個泰伍國小的 整個課程做改變 教育部有沒有規定 你哪一個學校 一定要用那個教育部 審達過的那個版本 沒有耶 沒有 你學校老師願意自己比你OK 所以我這套架構就是適應於什麼 就是你各個地方 先是政府 各個民族 各個部落 你願意的話呢 可以參考這套架構 以及我剛才所解釋這套架構的 內套哲學理念 你去落實在你這個民族 你屬於你這個自治區的學校的 這個民族教育的教材 或者是民族教育 給你辦教育相融合的教材的邊締 或者你特定能夠有一個部落 所屬這個國小 你要這麼做也可以 OK 那我想只有儘量去做這種結構的動作 儘量地去找回各個在地的民族或部落 他在教育上的這個自主性 請注意又回到了我們的原始的概念 什麼概念 你要讓原住民有這個主人地位的感覺 所以我的小孩子在這個國小 該上什麼課 不是家長會說了算 其實我都有一個主張 什麼主張呢 就是你這個學校選什麼課本 或者要編什麼樣的教材 或者這個部落 我講是部落旁邊的國小 你這個學校要聘什麼老師 理論上要經過那個部落的部落會同意 懂不懂 不過我這個副主委 尤其是幹一兩年而已 他也不知道這兩年 你們能夠說服得到那個教育 統一這種事情 要不然 要不然他講不會發現 那個部落的國小 就好像在翻同教育所的翻版 留在那個地方嘛 繼續進行殖民教育嘛 懂不懂 那部落的家 那些部落的那些家長 他難道不會覺得奇怪嗎 為什麼我把國小一直放在這個國小 這個國小裡面所取的 全部都是外界的 都是外在世界的知識 這個國小不是國家的嗎 然後呢 然後呢 我不是國家的主人嗎 我這個主群不是也是國家的主人嗎 那為什麼這個國小 能夠 把之前國家虧欠給我們的 這個文化傳承的這件事情 透過國小把它完成 然後呢 你該怎麼上 該怎麼去那個聘老師 為什麼不經過我的部落會議 接入去運作呢 OK 有很多可以開窗的空間 可是講一堂台話 我想舉個例子 就像什麼呢 就像一個潜水夫 尤其到深海去 不管做什麼動作的潜水夫 他最後回到海面上的時候呢 東西一拖 好 來 倒是他把 喝杯咖啡嗎 當然不是嘛 他中間還有什麼過程 減壓 還要送到減壓艙耶 對不對 你要看他生前 那個要計算 他親到多生 待多久時間 你要有相應的減壓 有時候減壓可能要好幾天耶 他要待在這個減壓艙裡面 要不然他會血管爆裂 OK 我們現在的整個教育體制裡面 去面對這個原住民族知識 原住民族文化的傳承 我們整個教育制度 教育機關 教育行政主管機關 也是 大家不要忘記 裡面 整個 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裡面 科長級以上的官員 差不多就是我這個年紀以上 45歲以上 我們所受的那個教育 還是那個時候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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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不國 那個那個 不信中華文化的那個年代 所以能夠 換一次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中高層的官員 他們能夠想像到的 有住民還是三保 所以很多人會罵 很多人會講說 那個政府怎麼搞的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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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緣機法 有緣教法 那個東西又趕快推下去 什麼的 一個恐龍 你要讓他轉身不太容易 然後呢 一個人 從 那些教育主管機關 那些官員 他生前在海底 一下子跑到一個 我們現在特別強調多元文化 尊重民眾民族 醫院的一個空間 你不讓他有一點點那個 慢慢轉化的這個 這個動作的話 那其實是不太容易 所以 在小的 我們有時候 有些工作就是 一半接著一半做 我現在這麼說嘛 有個理想本裡面在這個地方 我也不知道啊 十幾二十年 搞不好 等到在座的某一位 原住民同學 等到你們在座這個工作的時候 可能會好一點嘛 可是大概說是 離十年十年為多 最後 提醒各位同學 你看 1983年的時候 原住民族運動開始 1994年的時候呢 原住民這三個制裁五線 十年左右 2005年 將近十年之後 原機法才出來 大家有沒有發現 原住民已經全力的這個推進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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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超人 可是至少 你在你的這個位置 在你的工作上面的時候 你想辦法去做一個 往前推 所以 所以 下次到這個時候 會碰到各位 尤其在座很多 原住民的同學 我給你們的期許是什麼呢 不要小看你們的角色 我把這個東西稍微給你們提了 我是交換給你們的醫生 不要學了說 我只是一個大學部的學生 能夠幹什麼 我也只不過四十多歲啊 去跑 叫我跑去做這個高官 跑到行政院 坐在那個地方 每個人都以為我是小朋友 可以 這個大家一定要有一定的這個自信 還有一定的這個單單 好 那以上是我 對於今天這個主題 簡單的這個介紹 謝謝 我們謝謝陳彰副主委 從他的經驗裡面 包括的確 原民會有幾個案子 是由他回話 這也是我第一次 有一次開會的時候 剛好跟他是統一組 聽到他在介紹他的這個構想 才了解到原民會在做這個事情 那陳彰老師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變化 或者一個組 一個現在的一個立足點 或者一個出發點 其實說台灣在憲法上認定 是台灣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 那這是我們的立足點 如何從這個立足點 如何從這個立足點 讓多元文化多元人群的這個概念 確實落實 不管是剛剛也有講到法律體系 也有講到教育 這落實在這一些不同的重要的制度上 那這是目前的工作 原則已經在那邊 那怎麼樣可以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今天是有兩篇文章 是陳彰老師這一篇 另外一篇是周宇明老師的文章 那同學不知道準備得怎麼樣 是不是或者針對演講 或者因為我想陳彰老師預期 大家已經讀了那文章 就主要在介紹那個旁架 那歡迎同學提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等一下4點10分這一節下課 我們會下課讓大家休息20分鐘 整理一下思緒 我們再回來討論 那現在可以先容納一兩個問題 有什麼意見 有的是問題 有的是comments 就是你有什麼想法 丟出來就好 然後陳彰老師對大家期許很深 那我知道在座也有原生代誓的同學 你們應該怎麼樣回應一下 對 那麼客氣喔 剛才講那個原住民基本法22條的時候 就講那個共管金字 20條 對 22條共管機制的貨物管理機制的部分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沒有包含水庫 呃... 你是從哪邊聽說沒有包含水庫 它只有寫國代公園跟特定區 然後營業區還有生態房區 呃... 所以你這樣一問忽然忍住嗎? 包起來啦 法律很賊的啦 一定會掛這個東西 其他支援治理器官 水庫它就是支援治理器官 水支援主 所以蓋水庫 蓋水庫有跟原住民康庫有建立共同管理機制嗎? 呃... 這個喔 連台大這麼一個充滿理想的 敦平力學愛國愛人 都可以在那個快幕事件上搞得亂七八糟 我的母校 因為...呃... 呃... 這個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你一下子要讓很多公務員 從那個深淺的海底跑出來 一下子讓它說 有這個東西 你要怎麼去做處理 它一下子轉不過來 那...呃... 這種共管機制 那... 理論上面 其實已經是原住民的一個退庫 的... 讓步了 為什麼讓步呢? 最早的都是皇屋土地 應該還給我嘛 對不對? 可是那個不切實際嘛 怎麼講 真的要皇屋土地的話呢 有... 有些太遠的就不講啦 至少 你們不要忘記喔 台灣有一半的土地 在日本人來之前 清朝沒有使之間 OK 等於是類似五祖地啦 OK 如果以那個為準的話呢 以那個為準 被日本喔 這樣大比一輝 用那個... 那個張老月 與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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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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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 從原住民的土地 然後變成這個... 這個... 這個... 以那些為準的話呢 要皇屋土地的話呢 一半的台灣 就要皇屋土地 結果口號可以喊是沒有錯啦 可是實際上 具有操作性 因為... 因為這塊土地 上面早就已經住滿了 所以現在的原住民族 基本上 按照這個原機法 不要忘記這個原機法 也是當時的立法國原機出來的 它其實已經退了 怎麼退呢 原先那個... 日本人留給原住民的保留地 尤其後來的國民政府 發給個人的人 當然不能動 你要動的話呢 你要有其他的互相措施 那至於你業傳統領域呢 至於你業傳統領域呢 基本上 你還是掛在國有... 我家的公有地人 你消費沒有關係 可是你不管政府或私人 前面有獎 二十一條 你要去使用它的話呢 你尊重... 你尊重一下我曾經自律的指紋 你要質詢我吧 並覺得我的同意 所以你會這樣 要蓋整個��뿌都要經過這一關 然後呢 你要蓋 蓋完之後 或者是還沒有... 或者已經蓋完了 你要跟原住民共同建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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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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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呢,你要蓋完之後,或者已經蓋完了 你要跟原住民共同建立這個困擾機制 園民會在推這件事情的時候,非常的辛苦 為什麼呢?不能講自己辛苦 你要了解,園民會在整個固域裡面是非常弱勢的一個固域 人也非常的少 你要面對跟水部有關的那些經濟部 甚至你會延伸到其他的內政部也會 有時候,我看我那些同仁 有些基層同仁出去跟人家開會會 來的時候,你都能看 那個必須要什麼?必須要套馬拉什麗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才跟你講的 你還很年輕 可能你畢業沒有多久,你剛好就碰到這個事情 不曉得考園民會,考山 不曉得突分發到園民會了 正好我在管你 你就要跟其他部會再認證說 你的水部還沒有設棍管,其實你要趕快去設 你要怎麼就變得出 所以有的時候 一個看起來符合社會正義的一個制度 不是嘴巴說了,那個文字就會變成一個制度 你還要很多的溝通 甚至對於大社會的一個教育 然後,你要考量到這個社會的成熟度 所以,只能夠慢慢的來 比如太大這邊 其實我原先蠻期待 尤其尤老師在裡面 又有人類系 又有同學院的好幾個朋友 都在研究能自然資源管理的法律系 因為蔡明辰老師在救援住民中法律 有沒有以為說 他們在實驗林或者之前三例農場 處理跟原住民事件的關係 應該更有欠佔性 可是即使台大這樣的一個 我知道像蔡老師比較了解 台大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機關機構 對不對 那個實驗林在處理那些問題的時候 他可能自己也覺得 我自己處理就好了 我幹嘛來問這類系 我幹嘛問農學院 我幹嘛用法律系 他就這樣把它做下去了 沒想到招式很大的反應 我們常常就在這些衝突 常常就在這些誤會 然後呢 誤會完之後 有會外會 會外會之後呢 可能才慢慢把一些事情把它解決完 所以 所以 尤其 最近這兩三年 比較更密集的參與一些原住民政策 一些制定的時候 要不然 照理來講 我自己是念哲學系出身 都非常的理想 很高點 可是我慢慢知道說 有些東西你要推下來 還是要有精神的耐心 我們可以把那個理想擺在那個地方 留民擺在那個地方 摸往那個地方去做 可是我們實際上要去做的時候 你要考量到社會整體 以及跟你談話的每個人的承受點 用這吸引的方式 想辦法去勸服他們 然後呢 跟你一起炒的那個影響子 好 那個 比一看我是考一般的賣單 OK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是針對就是 原住民族教育 包括一般教育 跟民族教育 就是剛剛有講到 缺乏同益性的計畫 那我想理解說 為什麼會缺乏同益性的計畫 那在執行這計畫當中 會有 就是要執行設置這計畫當中 會有哪些錯誤或阻礙 會舉一個例子 其實 什麼是 我在東華教育這幾年 東華的那個 那個 其實我現在在 我現在那個系已經改了名稱 叫做 那個民族發展 民族發展與事務學系 其實引感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我們這個系 早年有一個課程叫做 多元挖教育 然後後來 我們系裡面幾經討論 把他們的課取消掉 我們用另外一個課做代替 叫做什麼 叫做原住民族教育 為什麼這麼做 其實有些事情 大家的想像不太一樣 比如說這個地方 這個課程 來我們來咬文爵士看一下 當初這個原教堡在制定的時候 其實潛藏著兩種概念的從頭 一個叫做原住民的民族教育 還是族群關係的教育 這兩概念太一樣 我們看第20條 各級各類學校相關教材及教材 將課程及教材 英才多元挖觀念 並納入原住民各族歷史 文化及價值觀 以增進族群兼知了解及尊重 然後第21條 各級政府對學生教育及 教育階段支援同學生 應提供其學習主語 歷史及文化的機會 在這個法律制定的過程當中 存在什麼爭議呢 傳統的所謂的多元文化論的 這樣的一個教育思潮 它可能比較關注的 雖然不排名詞 可是比較關注的是什麼呢 實際上各族群之間相互理解 相互理解 這個也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只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原住民的教育的話 可能就會留意說 有啊 有跟所有的學生介紹 原住民的牛打記者 然後呢 他的文化到底怎麼樣 可是你想想看 原住民學生 他能夠從這樣的一個介紹當中 了解他 比較完整的 整體性的了解 他自己民族 或他自己附落的 整個歷史文化與文化 沒有辦法 那個不是靠所謂的很單純的 目標只是在於 促進族群間的了解與尊重的 這個所謂的族群關係城市 的這樣的一個多元文化教育進行 那我比較願意把它稱之為說 它是一個所謂的民族教育的這個城市 二十一條 可是大家 各位有興趣去了解那個 台灣過去這幾年來 去推動所謂的多元文化教育 很多工作的時候 最後食物上面 大家是比較側重的二十條 二十一條其實是不太側重的 其實是不太側重的 所以動不動就會幹嘛 動不動就會 可能原住民他 學取足語的這個機會 可能比如說 像我現在的小孩子 他念國小 本土語言課程 然後呢 商學一做調查的時候 老師就叫他公太亞族羽 紫奧利太亞羽 對 因為我家住宜蘭 你搭得我們近 那邊主要是紫奧利的比較多 對 那個 我就說 對呀 我們是不農族的 我們就打給班 幹嘛叫我們學這個太亞語 然後老師就說 不好意思 真的看不出來 反正就選了 增加對各種不同族群的理解 我就說 當然多學無所謂 增加對不同族群的理解無所謂 可是我的小孩子 還好他自己的民族教育 可是很多那種教育工作者 不管他第一線的 或者那個政策制定的 他就會覺得說 你好麻煩 就多於文化嘛 你多學習其他在一起 這兩個程式 兩個思維 他就沒有辦法注意到說 你只偏重某一方 然後以為其中一邊 你只注重二十條 然後你以為二十條 就可以完全取代二十一條 這樣的思維是不是太對的 二十條和二十一條 沒有衝突 可是它是兩個面向 你必須要同時去滿足的 對於助理組的學生而言 對於助理組的學生而言 可是其實 那個 不管是第一線的老師 或者你說教育主管機關的 很多成員 講教育團的話 雖然 他們 雖然 講他們很奇怪 我現在也是行政戰會 很多 很多公務員 他們雖然知道依法行政 可是他們不了解 那個法背後的那個意涵 所以 你會考出來的東西 不會像你理想上說 想那麼好 然後呢 所以我不給你舉那個 好像很具體的 一個一個什麼例子 然後出了什麼困難 可是以後 你只要看到一些新聞報導 或者你自己親身 比如說 你回到你自己的部落的小學 去看那個 整個學校怎麼處理那些事情 你看那個地方政府的交易局 原民處理一些事情 你們就會 那個時候 你會發現說 我講的沒有錯 他們對於這套 法規背後的一套 尊重原住民的差異文化 按尊重原住民的主人地位的 這一套 就根本的一個原住民權利的 一個內涵 他們不理解 然後最後導出來那個政策 不管哪一種 都會怪怪的 都會怪怪的 所以這個學哲學嘛 比較容易去處理這個東西 對 要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男生能力 謝謝 因為我們 我們剛才沒有 中間沒有休息 大家就一定 比較疲勞 我們也讓陳昇老師 稍微休息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到三十分鐘 再回來 然後也趁這時間 大家準備一下問題 請問一下